那要来持续关注立法院院会在28号 三读通过了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其中公务员藐视国会罪引发论战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赞成的国人高达57.5% 不赞成的是29.2% 没有意见的占比7.3% 不知道的则是6.1%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吟龙表示 将近5成8的人赞成藐视国会罪 代表整个民意是导向在野党 也表示这一场仗民进党彻底失败 藐视国会罪很好丢做了 将近6成58的民众是赞成的 所以这个部分老师 我是蛮意外的 我是蛮意外的 主要是在讲公务员藐视国会罪 那本身是单独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那作为一种指标 就是说用来拿这个来测量 在当时的整个社会 这个集体的这种民意的时候 是有指标性的 也就是说你从那里你可以看到 可能人们把5成8赞成公务员藐视国会罪 但是不见得同样5成8赞成 这个人民也要被你这个国会 这个除以藐视国会罪 但是如果有5成8的人对于藐视国会罪 他是基本上赞成的话 表示整个民意是导向在野党 那也就是说是支持在野党的主张的 那由这一点反推回来 那就是说那那是民意 就是民意 多数的人是赞成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连民意都站在在野党这一边 就是以公务员藐视国会罪 不是其他的部分 其他部分我没有提 那就表示这一场战 民进党是彻底失败的 国会改革法案 引起了立法院的朝野冲突 场外则是有团体举办了七鸟行动 但是到了深夜 仍有上万人潮聚集 活动的音量过大 也影响到隔壁的台大儿童 护理师投诉 吵到病童都无法入睡 但是面对指责 乐团虽然表达歉意 还提供了永久免费的票券 但是画面上看到 票券的内容上 却有一些字眼像是 Final目的 死亡通告 这些敏感词语 立委廖伟祥就质疑 难道这是在诅咒 嘲讽院内的病童吗 行我们都尊重 但这次活动 到深夜仍然不降低音量 严重影响病童的修养 跟病人的权益 被指责吵闹的乐团发文 表示歉意 说要邀请病童 免费去看他们的演唱会 结果文字内容 竟然是死亡通告 Final目的 绝望晚歌 请问这是在道歉 还是在诅咒 这种词汇 连一般人都觉得不吉利 看在病童家长眼里 又作何感想 如果之后附近 再度发生成抗 不要再推卸责任给台北市政府 跟教育部 卫福部应当作为医院主管机关 可以努力和警政署协调 控制晚间的活动音量 以照顾病童的身心健康 行政院宣布了 组团附入禁团令 放宽不解禁 台湾的旅游业者 非常的无奈 福州旅游协会 更是发函给马祖观光协会 延后原定6月10号的采线团 那总统赖金德今天早上出席了台北旅展 致辞时也有相关的谈话 我们来听 观光是无烟冲工业 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 那么在台湾不管哪一党执政 也都把观光产业当作是重要的产业之一 那未来新政府会以观光立国来推动观光产业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台湾走进世界 也让世界拥抱台湾 让台湾的能见度能够更高 让更多的旅游 爱好旅游的人都可以来到台湾 那换句话说 我们不仅仅做奥棒 也要强调英棒 奥棒英棒一起来推动 带动台湾观光旅游产业的发展 观光立国的这样的目标 需要中央跨部会的合作 也需要地方政府 善用自己的特色来推动观光 中央跟地方在合作 我相信这个力道会很大 政府一定会秉持 对等尊严 互利 共荣这样的目标 来推动两岸的观光旅游 我身为总统 我的职责就是稳定台海的和平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一定会好好推动经济发展 照顾每个产业 我希望2350万人都可以在这个土地上 安居乐业 我再次呼吁我们大家一起来 请多多指教 也许我们考虑的并不是那么全面 但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提供建源 我们大家一起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